请教一下明杰 同一时间 这个港版国安法强推的同时 美中的军事较量 这个再度冲突拉高 对美国在反制这个中国 北京强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同时 他也在进一步确保台湾的这个 国防的安全 我们看到六月份 美中在这个双方的军事力量 在台海周边的海空域 进行这个对峙跟这个较劲 的确是明显的升温 那我们大概统计一下 简单来说 就是说解放军的军机 在六月份我们数了一数 总共有高达11次 出现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那包含昨天在内 那昨天的部分 军方没有证实跟公布 但是有民间追踪到 应该有这个共机 这个入侵台湾西南空域的这个迹象 那第二个就是说 美方同时间 就只要有共机出现 也会有美机出现 那美方的军机的次数 那为了这个压过解放军 对台的这个军事施压 那六月来讲 我们算一算也有高达15次 几乎一两天 那甚至到这个今天为 到昨天为止 连续九天 连续九天这样的一个高频率 高强度的一个规模 在这个对台湾周边的解放军 进行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威责 那相对比较特殊的是说 我们观察到 他的这个飞行的航路 那特别是像昨天有这一个两架P8A 那一架EP3 那还有甚至像先前这个渠道 台湾通过台湾空域的这个C40 的军用运输机 那甚至空中加油机 连有五架之多 昨天也这个纷纷通过这个巴士海峡 那以这样的一个编队跟规模来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那我们的确从这里会去推测 某个程度解放军敌 可能近期在这个巴士海峡 水下的活动 应该是有相对的异常的动作 那特别是潜见 可能是这一个在巴士海峡 这个水下 那譬如说他在他的这个伏击区附近 进行相关的这一个这个演习 或者这个对美要做一个 所谓反介入的一个演练 那可能另外还有 譬如说他在这个中国大陆 譬如说东南沿海 也有可能他的这个东风21D 号称可以这个打到 这个美军航母 这样的一个弹道飞弹的反舰飞弹 可能也在做 譬如说演习或测试 所以我们看到美军才会频频出 这个出动 不管是P8A 这种高性能的反潜机 或者是像这种RC-135电针机 因为这一型的电针机 基本上他对于这个弹道飞弹 他这个要发射前相关的电波 他都是可以侦测到的 所以的确背后意味 解放军在近期 美军在台湾东面的这菲律宾海 有三支的这个航母打击群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汇集的动作 看起来内部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高 这个相关的对峙的动作 那如果是走到这个程度的话 未来恐怕双方在这一个 不管台海也好南海也好 在空中也好 在水这个水面也好 甚至是在水下也好 双方的确短兵相接 甚至是插枪走火的可能性是提高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战术行动 看起来都已经是在因应 可能真正作战时候的场景 已经不是像过去 只是在譬如说美军他讲的 这个在西太平洋是自由巡弋 自由航行 因为过去美军的航母 他在譬如说通过巴士海峡 基本上他没有太多顾虑的 要走就走过去 但是这一次看起来他非常的谨慎 那因为一旦解放军在巴士海峡 他的这个水下有部署 他的这个潜舰 那特别是譬如说 他向俄罗斯采购的这种基洛级的潜舰 他算是这个传统动力潜舰 但是他的经营效果 事实上还是不差的 那美军透过P-8A这样的一个反潜机 频繁的在这个地方绕圈圈 不管是这个侦测也好 不管是这个跟肩也好 不管是做一个嚇阻也好 那都在这个这个背后的重要的目的 都在这个嚇阻解放军 不要在这个地方有所蠢动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除了在台湾周边海空域 中美之间的军事力量 频频的这个相互交手 另外美国在加大对台湾的 这一个军事的这一个合作跟交流上面 也持续在提升 那我们先前谈到说 这一个美军的这个第一特种作战群 他曝光的影片里头 我们看到 就这一个画面影片嘛 这个引来了解放军 跟这个老共媒体的反弹嘛 对对他们来讲 或许是踩到他们的红线 但是事实上 这个主要的关键还是看华府 他的政策跟立场 因为过去的确这样的一个动作 前几任的美国总统 都顾忌北京的反应跟态度 所以很多事情对台湾来讲 我们过去采访也都知道 很多事是这个台美之间的交流 是只能做不能说 甚至媒体是希望不要报道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非常罕见 是美军主动曝光 那美军主动曝光的背后 就不是只有纯军事合作的意涵 背后当然有政治上的意涵 就是要告诉北京 你只要想要进一步对台湾 用武力的方式要去施压 那美军事实上 他也可以大幅的提升 跟台湾的军事合作 那特别是先前陆陆续续 美国通过很多的法案 不管国防授权法也好 很多的法案中间都谈到 要加大对台湾的 这个军事防卫的协助也好 那甚至是譬如说 希望这个协助台湾发展 所谓不对称作战 那特战部队在不对称作战里面 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力量 那所以先前美方有这一个建议台湾 是不是要成立一个 叫做联合特战这个司令部 那这样的一个编组 跟现在台湾的这个是 的确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台湾这个叫航特司令部 就把陆航也就是说有直升机 不管是UH60M黑鹰 或者是阿帕契直升机 这个OH58D 这种直升机全部汇整在一起 由一个这个陆军的 航特司令部来主管 那搭配什么 搭配特战的部队 那所谓组成一个航特司令部 但是他的位阶还是在陆军之下 那美军是建议你应该要提升位阶 甚至把这两个 这个单位把直接分开 比如说成立一个联合的 这个特战司令部之外 另外比如说陆军的航空部队 另外分开 那等于说让他可以扩大 编组提升位阶 那也表示说是更加重视的 这个意味 那同时美军为了重视 台湾特战部队的发展 同时还AIT 这个过去也的确是 比较少听到说 连这个联络官的部分 他都特别指派一位孝级的 是特战出身的联络官 那为什么还要特别指派 因为这个 等于说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 在特战这个部分 是越来越频繁 必须要有一个专责的人员 来负责 那所以我们的特战部队 在美军的这一个加大协助之下 就我印象中 这几年来我们的国防预算 内部在特战部队 包含比如说采购新型的狙击枪 这很多的特战的装备 都有所提升 那等于说可以提升到 跟美军特战的 一样的能力的情况之下 双方未来只要加大 这个联合的演习 那培养彼此的默契 事实上未来在台海防卫作战上面 台美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也可以发挥很大的战力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